用看小说的感觉讲电影 大家好,我是宣童 我们继续讲张彻系列电影 1978的五毒获得巨大成功后 张彻和泥匡马上使用原班人马 又拍摄了一部金碧铜 走的应该是悬疑反转路线 张氏第五代弟子们 已经完全弥补了狄龙江大卫 附生等人不在期间留下的空缺位置 长风标局接到了一笔大生意 京城的大主顾 需要他们把20万两黄金送达目的地 这种生意继50年闻所未闻 总标头杨长风不敢怠慢 于是花重金 请了关东两位石斧头的大豪 长府殷久 短府方石前来助阵 可就在这时 令江湖人士闻风丧胆的七杀令 却突然出现了 据说七杀谷谷主 已然警告了所有陆林豪杰 不允许任何人打这趟标的主意 因为他们七杀谷 已经把那20万两黄金 砍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杨长风心中打鼓 因为近五年 若说江湖上最大的势力 就数着七杀谷 谷中有四位谷主 老四名为童头客 练就一身黑沙掌和铁头神弓 着实难缠 三谷主名为铁衣双更是厉害 身穿一副八十斤重的铁甲 却行动自如 如此一来刀枪不入 只有他杀敌的份 哪有人胆敢和他交战 二当家叫做银枪子 一根银枪使得神出鬼没 武功更远在铁衣童头之上 最可怕的人却是他们的大谷主 早在十多年前 真还不到十七八岁的时候 不知什么机缘巧合 便练成了一双铁臂 便是天下最锋利的刀剑 也砍制不动 随着他武功越来越强 凭了这一双臂膀 打遍了半个天下 卫风敌手 江湖人称金碧桶 五年前这金碧桶 组建了七沙谷组织 并收服了其他三位谷主 势力越发强大了 如今七沙令一出 江湖上哪有人胆跟他们抢夺 杨长风感觉事态紧急 可终不能把单子退了 就此关了标局吧 驾峰江南大侠李清明 和潇潇玉女冷女侠就在左近 于是杨长风盛情邀请 想要李清明帮忙 这李大侠为人高傲 便将天下人都不放在眼中 哪管什么金碧银枪 只将记得胸脯拍得当当响 下了包票 有了李大侠帮忙 杨长风心里踏实多了 于是下令启程 连烫几手在内 一行二十七人 星夜出发 行到一个岔路口 杨总标头 请斧头兄弟和李大侠 分别查探情况 看看哪条路比较安全 阴久和方石性的直爽 小心勘察 果然发现了敌情 一番搏斗后 扫清了道路 另一边 李大侠和冷女侠 却在酒店之中遭到了暗算 李清明号称清光剑 剑法倒也凌厉快捷 连杀两人后 不禁傲气冲天 将眼一眯倒 儿等鼠背 莫要为了一点金子 妄自送命 快快滚吧 话音未落 他身后的墙壁 突然被人击穿 一只大手自墙内击出 正印在李清明背心之上 李大侠淡觉心口剧痛 站立不稳 回头看时 就是带着一个铜头盔的恶汉 自墙内钻出 不禁脱口道 七砂谷的铜头客 好个黑砂掌 可你暗中偷袭 算什么英雄 铜头客也不跟他废话 贴身强攻 眼见被要取了他性命 多亏冷女侠舍命相救 方才侥幸杀出重围 二人找到一家小客栈 打家住下 见李清明伤得严重 冷女侠不觉流下泪来 可李大侠却傲然道 怕什么 我自小练就内功 只能跟常人相同 老女侠惊喜交加道 这么说 这黑砂掌伤不了你了吧 李大侠更为自信了 杨天轻哼了一声方道 冲了这招 普通人绝活不过十二个时辰 而我却可以挺过两天 老女侠淡觉一盆冷水浇了下来 说了半天 也不过比常人多挺一会儿而已 可又不便搏他面子 只得为心应和着 回到飙车那边 既然双辅兄弟扫平了道路 于是杨长风下令行进 来到一个小镇 选了一家像样的客栈住下 到了半夜 众人已入梦乡 突听的屋内 传来山崩海裂般巨响 却见整个地面都塌了下去 原来 七沙谷的人 已在下面挖好了地道 这时突然发难 自弟弟杀来 童头客带人抢了装黄金的箱子 自密道送出 带到杨长风等人发觉想追时 却被童头客拦住缠斗 那拖得开身 因酒一对板斧抡圆了 便如两条乌龙狂舞 和童头客站了个旗鼓相当 方十一旁见了着急 也来驻站 童头客顿势不敌 勉强招架了一会儿 却被那斧头砍中双肩 流血过度而亡 她的标迎从地道送出后 便装上了马车 由三当家铁医生亲自押送 前往七沙谷 大车正行间 车轴出去发出奇怪异响 没过一会儿 一个车轮脱离了车子 马车轰隆一声 踏在了路上 铁医生早已跃下马背 回头间 却见一个骆驼汉子 嬉皮笑脸的站在身前 都有其道 你是什么人 难道一直都在跟着我吗 汉子笑道 打你一出客栈 我就藏在你马车的下面 只不过你反应太过迟钝 不知情罢了 铁医生看了半晌后 突然想起一人道 有这等轻功的 莫非你便是天下四大名捕中的追命 汉子摇头道 什么名捕 太过招摇 我就是个小捕快而已 如今马车已经坏了 二十万辆的黄金 靠你自己肯定搬不动 看来只好空手回去赴命了 铁医生狂怒 手指铁扇抢不上前 那扇子周边磨得甚是锋利 便如一柄薄薄的刀片一般 可追命却只凭一双肉掌 轻松抵挡 那扇子却伤不得他半点 以武功而论 追命明显强出不少 可有一样 铁医生一身铁甲 不怕刀枪 若想伤他却也不能 又逗了半晌 追命在车子上拾起一杆长枪 然后纵身一跃 躲到庄金的箱子后面 铁医生不查 大叫着也跳了过来 追命却把枪尖向上一触 正扎在来人两腿之间 那地方没有铁甲保护 长枪入体 立刻便要了他性命 追命一直等到杨长风 带着众人来到 方才把标银归还了 杨总标头得知 天下第一名补钱来助阵 不由惊喜交集 据说李大侠那边 被打了一掌后 疼痛男人 他不愿意冷女侠 看到自己的狼狈样子 于是偷偷返回 不想在路上 正撞见前来接应铁医生的 二谷主银枪子 李大侠派头十足 本来实力就不如对手 况且有伤在身 却依旧一副 刚刚在上的模样 结果动手之下 却大为丢人 若不是追命即使出现 早已成为枪下亡魂 在七杀谷中 银枪子的武功 仅次于金碧桐 跟追命正是好对手 二人功力相敌 难分胜负 可银枪子已然用尽了权力 而追命却已然嬉皮笑脸 游刃有余 银枪子也是老江湖 直到眼前这人的武功深不可测 于是将枪撤回道 海兄乃天下明补 果然名不虚传 可爱才之心人皆有之 只要你不出手阻拦 待到事成之后 我们七杀谷 便分裂两成金子如何 对于天大的诱惑 追命陈思片刻后方道 我只怕你 做不得你们大当家的主呢 银枪子陪少道 老兄身手算了得 可说实话 比起我们大当家 恐怕尚有差距 何必放着朋友不做 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呢 追命正色道 自古官匪不合流 你回去告诉金碧桶 明日五十 我在后山石里坡处 等他到来 银枪子走后 追命扶了李大侠 来到一处瓦窑场 花钱雇了几个工人 将土窑烧得热了 随即将李清明推了进去 高温蒸腾之下 只将那黑沙场的毒气 慢慢地逼了出去 李清明莫名其妙地 捡回了一条性命 可大侠的脾气依旧不解 但绝对风光的事情 全让追命抢了 不用着急立功 于是也不跟大家打招呼 便抢先去十里坡复约 若能一举战胜金碧桶 那比将扬明天下 只可惜 现实是残酷的 待到追命暗时前来时 李清明已然命丧当场 追命望着金碧桶的双眼道 为了这笔标言 你们已经杀了多少人了 我今日却要抓你归案 金碧桶默然地望着他道 你有这个把握吗 你若能在我手下走过一百招 我便放你一条活路 解释我二弟早就把金子抢回来了 那帮人里除了你之外 全是废物 追命不再答话 他知道今日这一战事关重要 双方各尽全力 斗在一处 两大顶级高手各有手段 金碧桶双臂如铁 实乃天下最厉害的兵刃 追命伤不得他半点 只能凭着超强的轻弓 躲闪周旋 另一边的银枪子 率领七杀谷手下 和板斧兄弟也斗得胶着 他武功强出对方很多 银枪闪闪 正在肆意的大杀四方 长斧方石也在混战中 死于他飞枪之下 短斧殷九跟方石情同手足 这时悲愤之下 猛地冲了过来 银枪子陡然见到破绽 不由心话怒放 银枪一点 当凶次来 可那殷九并不躲闪 长枪入体 却嵌入了胸中 殷九凭了最后气力 双斧齐下 银枪子做梦也想不到 还有这种不要命的人 两只斧头跺进双肩 一双手臂已然废了 这场大战可为残酷 可杨总镖头杨长风 却一直静静的在旁观战 好像谁胜谁负 都跟他没有关系一样 看着遍地尸体 这个人莫名的露出了冷笑 失礼坡上 金碧桶和追命 已经斗了很久 突然一辆大车 由远而近 杨总镖头牵着镖车 缓步上坡 金碧桶斜眼见了 表心中一动 突然道 你怎么来了 难道我二弟失手了吗 高手相争 哪容半点分心 就在金碧桶说话的那一刻 追命突然深深的吸了口气 随即哇的一声 吐出一口酒来 内力鼓荡之间 便如千万条银针 扎向敌人面门 这一下距离太近 金碧桶双眼中了九箭 却被射得瞎了 饶使他酒精风浪 这时突然失明 却有些慌乱 那边的杨总镖头见了 不觉大喜道 海凶 这次你抓到元凶守恶 可算立的大功一箭 追命却甚为失落道 只然武功在我之上 若非如此 我实在想不出赢他的方法 可打下了他眼睛 终究不该 杨长风跨不上前 拉住追命手臂 不断攻伪着 突然便在飙车上 闪过一道黑影 快若闪电般 冲到追命身后 手中短刃 划过追命左肋后 便越向一旁 一个跟杨长风长相 完全一样的人出现了 只不过这个人眼神阴沉 满脸杀气 跟唯唯诺诺的杨总标头 在气质上略有不同 这个人见追命受伤 金碧桶眼盲 不禁狂笑了起来道 我计算了五年 终于让我实现了这个计划 金碧桶 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江湖上流行的一句话 仙桶双煞 金碧铁角 难道铁角桶便是白叫的吗 金碧桶脸色惨淡道 只可惜 那时候你我并未相逢 不知道谁的武功更强一些 杨总标头却道 本来你我迟早会有一战 但五年前 你创立了七沙帮 有了银枪子等人做帮手 我便远不如你 所以 我只好隐姓埋名 创立了长风标局 做个标头 这次终于让我寻到了机会 这么大的一笔标银 果然引来了天下第一名捕 前来助阵 你们拼个鱼死网破 我便可以独吞黄金 所有人都死了 又哪有人能看懂其中的玄妙呢 铁角桶一边说 一边突然回身 便一刀 将自己的替身砍了 这人下手果断 丝毫不拖泥带水 只可惜 他千算万算 就漏算了追命是个酒鬼 且常年身体周围缠着酒袋子 刚刚他那一刀 力道使用的恰到好处 却被酒水一挡 并未能造成重创 铁角桶 新知金碧桶已经不足为惧 所以展开双腿 全力攻向追命 他自幼练就一双铁腿 果真开杯烈石 难挡难防 铁角桶机关算尽 让他却犯了一个小错误 一个意志力超强的顶级高手 即便突然瞎了双眼 但依旧可以左右局面的平衡 金碧桶就是这样的人 就在铁角跟追命 逗到最为关键的时刻 听了半天脚步声的金碧桶突然发难 至他最后一击 那双犹如钢铁般的手臂 整只穿入铁角的后心 带出了一腔热血 喷涌而出 你打算去哪儿 追命忽然问了一句 金碧桶想了想却反问道 你不追我归案了吗 听追命不回答 于是继续道 我还有靶子力气 凭我这双手 去乡下种地 隐居乡林便好 告诉我你去哪儿 闲时还可以找你喝酒 你是名捕 难道还找不到一个瞎子吗 农夫金碧桶已经走远了 一个曾经犯过大错的人 开始改过自新史 社会到底应该不应该 再给他一次聚会呢 就连名捕追命都弄不清楚 此刻他只想大罪一场 忘掉最近发生的一切事情 全篇完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请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